我終於明白 長毛說了登德成 河系社工 為什麼說了六、七節 我早兩天就回覆了 因為真的有很多話說慘 拍齊 也都明白了 那次我們介紹的三條閘路 三條閘路 有很反映到 不妨礙你那麼多時間 你繼續說下去 你繼續說下去 你問有關出路的問題 有什麼出路呢 大家都被政府陰乾陰乾 會做你是不是不用吃飯 你不做社工是不是這個原因 你覺得沒什麼人 是別的考慮的 不過不入行就看到世界不同了 很多朋友都很信 以前大家都叫同工 一同工作 大家不斷叫同工 不是二同工作 現在不是這樣說 現在是叫經理 有些機構已經是這樣叫 已經是超階級了 很明顯 太明顯了 以前其實不是這麼強階級的 以前我們做事的時候 有些機構更加平等的文化 好笑的 然後一個同事跟另一個同事在說話 有一個比較資深的說話 就是你剛才說我怎樣怎樣 然後那個同事不順超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一邊聽到一邊聽到一邊 你知道嗎 你不要妨礙我 我正在做超階級 那那個就瘀了 雖然是叫做較為之深 但是大家的階級的敏感 那個理解應該要平等一些 現在你不是這樣的 現在的世界就是 你其實想到最後 人們經常都問有沒有下一個項目 社工其實經常在辦公室裡面寫 proposal 寫到有的時候 自己半年之後就能做到一樣 跟教師一樣 跟學校一模一樣 全部是一個邏輯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出路 因為 如果你用回以前的模式的話 其實應該有些事情要改變 尤其是現在政府說 我正在做市局重建策略檢討 簡單來說是政策檢討 裡面包括了社工的部分 但是社工的部分現在是獨立不了的 甚至連辦公室都跟市局在同一辦公室裡面 所以你推開了玻璃門 其實你見市局的人 只是見社工 你是搞不清楚的 其實回回頭 以前這類我們都說的 我們在某屋區 或者林屋區裡面的社工工作 其實那個撥款機制和現在有點不同 第一 是由政府撥款 我們在房屋處地方工作 但是民政事務局撥款 那錢的內容就不同 第二 就是這個錢下來的時候 究竟哪個機構先做 不到政府作主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時由不同的機構 由社聯裡面 有一些所謂的委員會 就坐在那裡 幾個機構坐在那裡 就自己裡面內部傾斂 就是輪流 所以我隊伍的小朋友 在下面玩房屋處 玩到反轉的時候 那是否等於我的機構 下次拿不到錢 這個呢 這個就有很大距離 所以你在下面才敢做事 那現在事件工做法 就不是 我直接給你機構的老闆 然後你的老闆就請你來做事 那你一定是不行的 沒有力了 你一定沒有力了 或者到最後 你沒有良心那班 後來不是不做社工 在區裏面 你做工作變得好 你真的不用再做社工 有前途的 絕對是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那幾個 回頭 如果你要照照舊工模式 如果我們覺得舊工模式 還可取的話 第一 那筆錢可能不是連線局 政府覺得 因為那個 居民面對那個 所謂的衝擊太大 是政府責任要處理的問題 第二就是 那個撥款機制 依然回去社福機構自己 去談判 不是由政府說 今次到日月神教做 下次是貝信棄議會做 貝信棄議會 我喜歡這個名字 挺喜歡的 開玩笑 我們開玩笑說 貝信棄議會 總之就是 用這個機制 去把那一種 所謂直接的管理 全磨開 這些貝信棄議會 但是我覺得 那是否完全解決問題 你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起碼是好一點 那 回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 前線的氣氛在哪裡 這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 正如我所說 學院裏面 又覺得 這些事情不要再搞了 亦都不搞 或者是機構 覺得 這些工作 本身就是政治 或者本身就是惹麻煩的工作 其實都想盡量低調 即使在舊機制裏面 都不是全部人都可以去 都比較前的 有些機器是比較和諧的 即是 我有些同事去建工的時候 都遇過了 即是 阿先生 其實你會不會搞中秋節晚會 就是搞這些 就是教會 很多Event 專門搞那些 都會有 但你不會全部都是這樣 不務正業 我正在說 全部裝的民建聯式 泰重民建聯 吃蛇煙 搞找找找 夏曉星唱歌 碟鎮堂 那些 起碼我想是 我們現在先撐在下面的空間 下面的空間 下面的空間 下面發生什麼事 那就再看 但現在你連下面的空間 壓到沒有的時候 這樣說法 你們九七年前 擔心被共產黨 簡單而言 就叫做陰桿 是成功了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英國人年代 開始都已經是撤退 不肯再怎樣 再給更加多的錢 我們叫做 四個人麻將一對 這種零食層的寫法 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整個政策的改變 以及 那個意識形態 是想法的方法 因為它的合約制度 是令到整個意識形態 但是人要餵補飯碗 賣食 當然和全部一樣 有一層我們沒有認識 但是我們不太說 其實大家都想上北上發展 是的 其實很多政府的機構 在大陸開展服務 甚至乎政府裏面 我聽說 是很便宜地拿到土地 其實在裏面 價位也是這樣 有一種利益在裏面 所以就算他不是看香港這件事 其實他是在看別的東西 但是那件事 其實多多一點 是一個黑盒 你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東西 是 到底你是賺了他 其實我們這樣乖一點 我們得到的很多 好像北上 地又便宜些 機會又多些 到底你是在這件事裏面賺了 還是在這件事裏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我覺得 他是賺了 他覺得 到底是賺了還是虧了 從某個角度說 他是賺了 因為他要這些資源 要這些金錢 要這些權力 要這些欲望 某程度 你們有些靈魂是出賣了的 你的原則 一定是 是的 是的 我自己的份子 露出賣了 還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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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些 其實 反正都沒有了 燒了 我覺得其實 無論是教會或者社工 基本上 因為這些制度下 基本上是和一個玩家 或者性功學者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你不要說性功學者 那些有靈魂 沒錯 是的 沒有錯 我們沒有靈魂 其實都轉頭說 還蠢 還蠢 你到社區裏面 你的身體可以去哪裡 做些什麼 不做些什麼 你賣了 沒錯 我們有大筆的發生 我們看到是離譜的 但是 社工是不可以說的 我告訴你 我的機構不想說 我真的不可以出去說 但如果你上到法庭 你要證人的時候 我就在那個位置告訴你 但有多少東西 是下下上到法庭先 那個良心的位置 就是守在那個位置 就是有良心 就是最後那一刻才會出 但問題就是 腿腿上面比較夾著的時候 他很多東西 其實一定是 壓低了 不夠的 低調處理 還有一本 我怕時間不夠 因為很想說 一本書推介 反叛手冊 你小時候學過 這些反叛手冊 沒有用完 沒有的 因為坊間裏面 課堂以外 流傳的一些書 不只是寫公正看的 每個人都可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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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台灣推介了一本 很難看的 現在網上應該有整本 免費重新翻譯的 應該是大陸翻譯的 在那裡 過程裏面 於是地區裏面 有些既有組織 或有些黑人組織 或有些少數既有組織 就會請他下去 然後去量度 或者吃完臭豆 之後去白人的演場會 亂想放屁 用兩個大車 然後車載黑人去白人 白服公司裏面 整個店鋪都是黑人湧湧 總之就是他非暴力 但玩謝你 那種狀態 不如我們集體 集體去那些乾弟的教會 先吃番薯 吃幾天 就是放屁 就是放屁 那是杜崇擺在那裡放屁 是 很多的 很多 機場都霸了尿兜排隊 是 可以嗎 用不了尿 玩那些東西 好 好 反門手冊 好了 放屁 看了他 在西龍頭小號 逐樣照做 23人放屁 好了放屁 臭四身任權 多謝曬白齊 不要